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天一早小雷龙就穿梭在城市中接小朋友们上学 住在公寓里的小朋友最兴奋了 他们不用走楼梯 只要从窗户跳到小雷龙的脖子 就可以像溜滑梯似的溜到座位上 骑着恐龙去上学真的很神气哦 街上的行人和车子都会自动让路给小雷龙 免得不小心被他的大脚踩到 最棒的是恐龙不需要加油 可以省下许多汽油钱 也不会冒黑烟和臭气 有些马路还有恐龙专用到 沿途设有饲料站 补充恐龙的食物 还有马路维修队 随时修补被恐龙不小心踏坏的马路 小雷龙还是大家的好帮手 石派修学校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好爱好爱他 不过他偶尔会造成一点小麻烦 小雷龙实在太高了 容易撞到路灯电线杆天桥 连红绿灯也遭殃 小雷龙实在太大了 巨大的身躯 有一座网球场那么大 只要堵住路口 就会造成大塞车 小雷龙实在太重了 体重等于四五只大象 加起来那么重 已经压坏了好几座大大小小的桥梁 他的长尾巴也很爱找麻烦 转弯时一不小心就推倒两旁的房子 小麻烦越积越多就变成大麻烦 石派修学校不停地收到警察局寄来的照片和罚单 以及雪片般飞来的账单 学校只好暂时不让小雷龙上路 小雷龙好难过哦 躲到体育馆偷偷地哭起来 眼泪一颗一颗掉下来 一群又一群的小朋友跑进体育馆 他们爬到小雷龙身上抱着他 安慰他 小雷龙 我们会常常来陪你 我们会请妈妈做最新鲜的青草饼干给你吃 小雷龙好感动 这时个子最小的咪咪没抓牢 从小雷龙的脖子上滑了下来 噗通 诶 这里怎么会有游泳池呢 啊 是小雷龙的眼泪击沉的 小朋友一个一个爬到小雷龙的头顶上 再顺着脖子滑下来 冲进游泳池里 耶 好棒的滑水道 小雷龙又可以陪我们玩乐 大家开心地说 小雷龙有了一个新工作 孩子们的健身游戏场 可以游泳 刘滑梯 跳绳 吊单杠 想要玩 还要排长长的队伍哦